谈恋爱的时候 还是相对独立 你别一恋爱了 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满意 你要直接说出来 不是为了迎合 他的计时的开心和快乐 而放弃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一句话 跟不跟人去 不去 为啥 因为不能再这样 继续跟着他 两个人的未来是走出来的 两个人的未来 不是想出来的 女生记住陆琪老师说的那个 关于责任的事 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之前我也没想过 我好像有很多的问题 之前我一直觉得 我每天都特别开心 有你陪在我身边特别幸福 直到今天你说了这么多 我才发现 好像你有很多的不开心 好像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如果你 那以后我们的生活中 你就要一起 有什么事情 一起商量考虑着来 要不能你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要带着我一起 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考虑和思考以后 才能做决定 很多事情确实我挺冲动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 这是我的性格所导致的嘛 以后我尽量会克制一点 然后你为我付出的 现在仔细想想确实挺多的 每天照顾我 我生气的时候也会哄我 所以也很谢谢我 你们年轻我就给你们稍微稍稍脑 好吧 同意陪他去上海就出来 不同意就别出来啊 咱们先不做分手测试 没啥意思 为了这个男人 和他一起过小城市的安逸生活 放弃去上海你就出来 还坚持去上海你就别出来 我表述清楚了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同学视频爱奇艺 搜狗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看看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来来来来来 站在中间 去上海对吧 去 去是吧 回老家对吧 陪他过日子是吧 又矛盾了 接下来请回答 人生选择又冲突了吗 听谁 听他 听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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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很谦让 这不就行了吗 回去之后 好好的两个人复复盘 到底应该去哪 怎么往下走 这不就挺好的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这些年轻人的浪漫时刻